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白 計上次開了一個超貴的螢幕之後 今次來開一部超貴的Notebook 這部Notebook價值要大約$17000到$18000 這部是GS6500RE 是MSI專門製作電競的Notebook 加上這部機只不過是17.7cm高 跟5號紙差不多 這部機的左手邊有一個LAN線插頭 有兩個3.0的USB 有一個插耳機的Note 以及插麥克的Note 而右手邊有一個3.0的USB Type-C Mini Display Port 還有HDMI 還有火牛的插頭 這次這部GS6500 就是借給我拍給大家看的 剛剛看完這個外型 我們現在看看它的規格是什麼 首先說一下它的螢幕 它的螢幕是15.6吋 Full HD 144Hz 同時它也是全球第一部 有144Hz 但邊邊只有4.9mm的電影錄像 還有它的螢幕的反應時間 只不過是7ms 然後它的CPU 都非常理所當然 你是i7的 至於它的顯卡 就是GeForce的GTX 1060 硬碟方面 它就內置了256GB的SSD 有16GB的RAM 而它的重量只不過是1.88kg 超輕的 電競的Notebook來說 它也算是又輕又薄 差點忘記了說 這個鍵盤是Steel Series 是一個全彩背光專業的遊戲鍵盤 如果用3DMark去評分 就會看到它的分數有1190分 電競電腦來說 也算不錯 不過說多也無謂 試一下是最實際的 我們現在馬上試玩Oddop的話 FPS會去到多少 我首先把圖形品質 轉成特高 然後我去訓練中心玩一下 其實它也保留在8.4FPS 偶爾有點高低 它的溫度也保留在80度左右 之後我去玩1v1 然後我發現原來玩1v1 然後再開著OPS 開著網 的話FPS就會比較低 上飛去看 1 2 3 2 3 1 4 5 6 7 我沒用力啊 我沒用力啊 我想一下 等一下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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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话 所以 哇好累耶那有個スピン 姿勢 鞋子 残30秒 何これ 撒来 1 2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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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5 4 5 5 6 6 敏彩 他有信心嗎? 有信心嗎? 你也有准备了 不然有缺点 但是有缺点 就是强烈了 就是强烈了 但是有缺点 就像是那一样的 就像是一枪 就像是一枪 有缺点 就像是一枪 直接是一枪 但是一枪 就像是一枪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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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尾都可以 好啦! 試玩就來到這裡 好啦! 今次的GS6500RE就開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在下面按一個like 還沒訂閱我的話可以訂閱我 還有按訂閱旁邊的鈴鐺 按我出片你們就會收到通知了 希望下次有更多不同的開箱給大家看 對啦!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拜拜! 那麼多塊小粉蛋!